康乾盛世孕育了中国瓷器的登峰造极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清政府为了有利于他的长期统治 采取了一些措施 诸如兴修水利 临时性的赦免一些赋税 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 费除降级的束缚等等 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会经济 开创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 中国瓷器的生产 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创造了瓷器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 康熙时期恢复了景德镇玉瑶厂 将明代晚期出现的官大民梢形成定制 随时官民竞争的局面得到刺激 促进了景德镇此业的全面发展 在景德镇玉瑶厂 还设立了专门的独陶关 藏英雪 狼青吉 年喜瑶和唐英等先后任独陶关 他们对玉瑶厂苦心努力经营 最是景德镇玉瑶厂 在房古的基础上创造出大量新品种 雍正十三年 唐英在陶城祭祀中 罗列了当时房古创新的气无花色品种 多达五十七种 从故宫陶瓷馆第九部分 登峰造极中展出的气无来看 三朝所制的瓷器 胎质细腻 幼光银润 色彩绚丽 雕露金弓 如康熙时期的青花 五彩 红柚 素三彩 雍正乾隆时期的 本彩 豆彩 瓦郎彩 以及五光 十色的各种颜色又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在景德镇 瓷器登峰造极的同时 德花窑 十万窑和一星窑等民窑 也沿袭明代传统 继续烧造出传统风格的精美瓷器